第七十五章 化身杂役 顾炎看着他灵动的手法 心里有些惊讶 据他所知 一般的炼丹师 就算是炼制氧气丹这种最基本的丹药 通常也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 看明屋望这样精妙的手法 大概连三五个时辰都用不了 这炉丹药马上就能出炉了 明屋望一边催动着火焰 另一只手在丹炉的上方 不断地结成各种浮印 虽然我修习的炼丹方法 更看重火候的控制 在炼丹时的浮印 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方面 用灵气印成的浮印 可以更好地控制丹火 再者 要引导药材中的灵气挥发出来 凝结成丹 浮印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他的另一只手在空中飞快地舞动 一道一道的浮印 从他的手中结成 然后印到丹炉上面 顾炎就看到丹炉中的药材 蒸腾着那些被火焰蒸发出来的灵气 被分割成一道一道的 然后根据不同的形状 慢慢凝结起来 明无望说道 通常的炼丹师都会用双手结印 我这一门炼丹术 需要用本命元气催发的真火 所以在火灵不能离体之前 只能用单手结印 承担的效果会稍有差别 顾炎并没有一一详细那些浮印的手法 只是全神贯注的 看着他在控制火焰时的精妙之处 一直过了三个时辰 丹炉里的药材慢慢地干枯下来 蒸腾起来的白气凝结成一片片白字 然后明望手指的动作就慢了下来 火焰也慢慢缩小 分散成几个小小的火团 轻轻地做着跳动 而他另一只空中的手 动作则更加快了 一个个浮印飞快地形成 然后作用在丹炉之上 那些漂浮在丹炉上部 一片片的白色雾状的东西 就慢慢地凝结起来 然后变成了一个个白色的气团 明望鹤道 承担是最为紧张的一步 你看好了 他的两手 这时慢慢地向中心并拢 上面截着手印 下面手控火 中间丹炉里白色的气团 飞快地转动 碰撞 一滴滴浑浊的水滴 从里面滴下来 掉落在丹炉的底部 这时 明望手中的火焰 猛地收回去 他大喝一声 承担 丹炉就停滞在他的胸前 两只手飞快地截着拂印 然后猛地凝滞在上空 啪的一声 丹炉的盖子轻轻地打开了 约有拇指度大小的十粒丹药 静静地躺在那里 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 明无望放下丹炉 脸色有些不悦地说道 十粒氧气丹 承担率只有八成左右 这已经让顾炎十分惊讶了 据他所知 一般的炼丹师 承担的几率 大概只有五成 虽然这是最基础的氧气丹 但就算资深的炼丹师 承担的概率 大概也不会超过七成 明无望不丹承担的速度 远超于一般的炼丹师 就连承担率也大大提升 而且他这种以火为核心的炼丹方法 更加适合自己所用 顾炎已经下定决心 要向他学习炼丹之术 这是明无望 已经取出所成的丹药 他对着顾炎问道 这种手法 一般人是学不来的 不如我教你一些 通用的炼丹之术 再为你炼制几炉丹药 如何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目光看向顾炎 然后就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下半截话 也咽回肚子里 顾炎白皙的手掌 静静地停在空中 掌心处一团紫色的火焰 如精灵一样飞舞跳跃着 如同在密林中飞舞的鸟雀 释放出无限的火力 生机 顾炎释放出来的火灵 让明无望惊叹不已 他当即决定 让顾炎留在殿里 然后向他传授自己的炼丹之术 这也让顾炎十分惊讶 他本来只是想学几种炼丹的手法 却并没有想到 明无望能够倾囊相受 毕竟一般的炼丹师 对于自己的秘迹 都是臂肘自贞 从来不肯交给外人的 明无望对此倒并不在意 传我炼丹术的师父 当时只觉得我天资不错 并没有对我要求过什么 只是想将炼丹术发扬光大 你身具火灵 控火之术只会在我之上 想必将来的成就也将高于我 就当我带师父 传授这门记忆给你吧 于是顾炎就在此地住了下来 她晚上在宋雨昕留给她的小院里修炼 白天就来明无望的殿中 向她学习练丹之术 然后练制一些常用的丹药 如氧气丹 壁骨丹之类 放在殿中出售 只是明无望的殿 实在是凄惨的可以 几乎是半个月都没有一笔生意 而她对此却并不用心 还是顾炎来了之后 城中的修士们 发现换了一个少女来招揽生意 这人气才慢慢高了起来 明望对这些倒并不在意 仿佛生意的好坏 根本不关她什么事 平时也看不到她为灵石操心 顾炎估计 大概她们修行时有独特的方法吧 慢慢的 这个店倒成了她在打理一样 既然是打理这个店 顾炎就振奋精神 把外面修整一新 然后又换了崭新的牌子 再把店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然后换上自己炼制的丹药成品 灌队城中的女恋丹师 毕竟不是多的 于是慢慢的也开始有人光顾 这个偏僻的小店倒在城中也有了些小小的名头 明王望看着顾炎每天挽着袖子 忙里忙外 却丝毫不觉得繁琐 反而有些乐在其中的味道 不禁奇怪起来 问她 你不是一位修士吗 现在早就应该开始专心修炼 准备筑击了 为什么干一些这样繁杂的事情呢 一般的炼丹师 是不屑于做这些事情的 他们通常会雇佣一些凡人 或者灵根极浅的修仙者来作为仆役 然后支付一定的报酬 明王望一来是手头并不宽裕 再者 他身上秘密太多 不同于一般的修士 所以也不想找个外人来帮他打理 就这样马马虎虎的下去 但顾炎是一位年纪轻轻 就修到了炼器十层的修士 前途远大 却把炼丹之外的时间 耗费在这些事情上 让他感到十分的不解 第七十六章 方式寻宝 每当明王一问到这些 顾炎就笑着回答 这 其实也是一种修行啊 这并不是他虚词堂塞 他在混沌空间中 修炼到了炼器十层 体内的问天路也有了突破 但仍然觉得心境不稳 所以想找一个地方静心前修 隐藏在这里 做一些凡人才去做的事情 其实对心境也是一种磨炼 就这样 顾炎平淡地过着这两点一线的生活 一直过了三个月 这天早晨 当他进入丹房 看到明王坐在那里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准备好各种材料 便问道 今日不炼丹吗 这些天 他学习了不少炼丹的手法 对于空火之术的掌握 也更加纯熟了 现在就是在熟悉各种浮印的用法 不单要记牢每一个变化 更要使用的纯熟 让结印成为自己的一种本能 这样 在结丹之时的几率 也就更加大了 顾炎这些天 一直在练着氧气丹和壁骨丹 自觉手法已经十分熟练了 明王也说 他再练习两个月 就可以试一些更高级的丹药 每天早上 明王就会把材料给他备好 然后指导他进行炼丹 今天一看这里什么都没有 顾炎就有些诧异了 将目光看向明王 他苦笑了一声说道 这些天 一直没有注意看过库存 原来材料已经不足了 等过些日子 我去城外收集一批材料 那个时候再练吧 顾炎有些无语 像氧气丹这种下品的丹药 一块零食就能换好几大瓶 所需的材料就更加廉价了 通常练丹师的库房里 十亭中有九亭 都充斥着这些东西 毕竟基础品消耗得更加快 他这些天来学习练丹的手法 一边做着试练 总共也不过练出几十瓶丹药 这样快就没了 他无奈地说道 我去城中的方式收集一些吧 这些材料应该很好找的 明王有些呢呢地说 可是我手头已经没有什么零食了 前一阵子我收集了不少青鸣草 软鱼糕之类的东西 以前的积蓄也基本高庆了 只是现在也用不上了 顾炎听了才有些恍然 这都是炼制荣玉丹所需的东西 看来都是当初他为宋雨昕所准备的 便笑了笑说道 我虽然也没有什么零食傍身 但是还有些从海外修炼时所得的物品 本来就准备在方式中出售 换取零食的 就变到方式上走一遭吧 说完便让明王守着店铺 他则出门来 准备往南城最大的方式 他来到冠雀城 虽然有三个月 但基本上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 以前每到一地必去的方式 还从来没有去过 冠雀城仅靠北边的冰原 每天都有大量的修士 越过虎丘陵 到冰原上猎取妖兽 还有冰原上面生长的灵草 然后再到冠雀城去换取零食 因此 冠雀城中的方式 比起顾岩以前在天目山和海外所见过的 都要繁荣许多 从占地上来讲 这个方式 就整整占了南城的六分之一地面 里面用白玉石板铺地 然后隔出大大小小的格子 这只是外围那些低级修士们的摊位 这个方式共分为三层 再往里面 就是一间间的楼阁 都是流延飞动的建筑 那是为了练起八层以上的修士预备的 无论丹药还是灵气 品质都要更好一些 再往里走 就是一个被硕气笼罩的空场 那是专为助击修士 所准备的交易之所 每天都有12名城主府的护法 在里面巡游 顾炎已经到了练起十层 自然不会在外面徘徊 他静止地走到里面 然后发现 这里的楼阁 至少也有几百间 如果一个一个地逛下来 怕是要花上十天半个月 不由让他有些头疼 这时街口有一个人说道 这位仙师 不知来此地是想兜售手中的材料呢 还是寻找一些炼丹所用的药草 顾炎有些诧异地转过头去 看到街角处 零散站着十几个人 他们都穿着统一的服装 手中拿着大小不等的图册 看到顾炎回过头 就有个中年人 毕恭毕敬地走了上来 顾炎看到 他虽然也身具灵根 但大概只勉强修到炼体一层的样子 是那种灵根极为稀薄之人 最多只能给修士们做一个仆役了 他也是凡人出身 对这些人自然不会给什么脸色 便和缓了神色说道 我是从海外而来的修士 搜集一些材料 想换取零食 然后再找一些炼丹所用的灵草 你认识我吗 那个中年人带着谦卑的笑容 笑道 仙师是在南城那家店中炼丹的吗 城中比较有名的修士 以及炼丹师和炼器师 我们都有记录一见面就能认出来的 您所要求的较为庞杂 小可建议您去多宝阁中群 那里地方广大 无论是收购还是出售 都有大量的货源 一定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顾炎这才恍然 这些人大概就是类似于凡事中的前客吧 他笑了笑 那就劳烦你带路吧 那个中年人颇有些受宠若惊地说道 仙师请随我来 然后在前面领路 顾炎跟着他 缓步而行 转过了两个街角 就看到前面 有一座极为庞大的建筑 高高的流言飞挂在四周 四角都挂着闪亮的珠子 发出淡淡柔和的光 那扇门倒显得很是古朴 并不起眼 门口处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有两名守门的童子 见顾炎走到门前 先是礼貌地问好 然后把询问的目光 投向前面的中年人 中年人凑上前去 低声耳语了几句 那童子就点了点头 然后取出一个玉牌 交到顾炎的手里 恭恭敬敬地请他进去 又拿出一个布子 在上面画了一下 对中年人说道 你带来的嘉宾 是第79号 三日后可来这里 结算赏钱 中年人恭恭敬敬地 应了一声事 然后又向顾炎告辞 顾炎见来往此地的修士 不少人都是这样的 前客带领 到了门口并不赏他们什么 便也挥挥手叫他自去 看来此地的主人 甚会做生意 大概雇佣了不少这样的人 在街口揽客 难怪他一开口 就推荐自己到这里来 第七十七章 炼丹材料 顾炎缓步走进门口 发现在这扇不起眼的门内 空间显得极为的大 整齐地排着一列一列的柜台 挂着诸如百草园 昆士吉等等的名字 他略停留了一下 便向东南一侧那边 写着万寿山的地方走去 不过片刻 他就顺利地 把自己在海外列取的 那些腰单和兽皮 兽骨等材料 按略低于市价一成的价格 全部出售了 虽然自己摆摊出售 可能会价格高一些 但这样剩在快捷 而且节省时间 把五十块零食 放进法宝囊里收好 然后便悠悠然地 走向另一个台子 他先是用几块零食的代价 购买了一大堆 用于炼制低级丹药的灵草 一股脑的塞进法宝囊里 然后又开始寻找一些高级灵草 他在学习炼丹之时 也让冥巫旺 代为炼制助基时 所需用的丹药 据冥巫旺所说 他知道有一种 叫做明元丹的丹药 可以在助基时 调理经脉中的灵气 很是有用 恰巧他正会炼制此丹 然后列了一些 需要的材料单子 让顾炎来访时搜集 只是有些材料都不太好找 那个负责招呼客人的弟子 有些为难地看着顾炎 说道 五百年来的冰灵草 本店倒是还有两处 只是价格较贵 至于三百年以上的 雌雄金林寻眼珠 搁一堆 那实在太难找了 本地毗邻冰远 离海边甚远 这些东西向来都是不收购的 不如请客人到别处再看看如何 顾炎听了也不禁苦笑 明无望所列出的单子 有很多连他都没听过的东西 若不是听他说 这种丹药十分有用 至少能增加两成助击的几率 再加上看到他娴熟的炼丹之术 他可真不愿意费尽心力 来寻找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沉引了片刻 说道 就给我一株冰灵草吧 说完 掏出三十块灵石来付账 一下子兜里就空了一大半 冰灵草 金灵荀 还有紫色的焕空花 是炼丹时必须的三位主要 那个弟子也告诉了他 虽然本地没有焕空花的存货 但只要他预定的话 可以向远在虎丘陵的库房调货 于是他又交了十块灵石做定金 一下子 刚刚到手的灵石就去了八成 摸着有些瘪瘪的法宝囊 顾言不禁苦笑了起来 唉 这大城市果然是消金窟啊 这也是自己在海外 搜集了半年的积藏 这样一下子就不剩什么了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转头 向着另一个 挂着千金阁牌子的地方走去 这一排的柜台 摆放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炼器材料 还有灵器成品 不过并没有法器的存在 大概是因为筑基修饰 另有专门的地方吧 他到这里转一转 倒不是心血来潮想要学习炼器之术 而是想看看 有没有紫盐精的出售 紫盐精虽是海外特产 在中原出现得极少 而且一般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用途 都是用来当炼器的材料处理 价格也十分便宜 顾言进了这种千金阁 也没有要求执事的弟子们带领 只是一个人四处看看 这千金阁 果然是占地广大 物品博杂 不过片刻 顾言就转了十几个台面 建了七八十种材料 至少有一半 自己听都没听过 而这里出售的灵器品质 都极为出色 至少也是中品灵器 上品灵器并不少见 甚至还有极品灵器的出现 只是那价格 自然也绝对不菲了 估计只有大门派的弟子 和家族传人才能够承担 像自己这样的散修 是绝对支撑不起的 他漫无目的地看着 用眼角的余光 搜寻着是否有紫盐精的下落 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两人正好走了一个对面 顾言便淡淡地笑着说 杜宣主也来这里 他碰到的人 正是聚灵宣的宣主杜梁衡 这时的这位杜宣主 比起那天 在宋雨昕家里催债时 无论是衣着还是排场 可要显得豪华气派多了 他穿着很是醒目的华服 身后跟着三四名弟子 眼睛微微上扬着 像是在望天一样 一只手对着边上的材料 指指点点 顾言想了想 便急恍然 虽然杜梁衡 是一位可以炼制法器的筑机修士 但毕竟炼器修士的人数远远要多 他的聚灵宣要做生意 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不能放过的 他想的确实不错 聚灵宣虽然号称是城内第三大炼器行 但说到底 也不过是只有三位炼器师冲场面 能够助接来炼器法器的 也只有杜梁衡这一位 所以他们主要服务的对象 还是占据了城内修士 九成以上的炼器修士 所以每个月 杜梁衡都会来这里两三次 收购大量用来炼器灵器的材料 后面跟着的 是在他门下学习炼器之术 但还没有正式出师的弟子 杜梁衡见顾炎向他致意 想起那天 在几个小被外人面前丢了面子 心中十分不语 哼了一声 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一眼 锐利而森然的目光 就向着顾炎递了过来 你居然还在城中 顾炎淡淡地一笑 说道 是啊 在下正想在此地多住一段时间 以后少不得麻烦杜宣主了 哼 杜梁衡哼了一声 对他这免礼藏针的话 却无法反驳 转头向前去了 那管事的弟子 自然知道杜梁衡是一个大主顾 见两位话里有些针锋相对的意思 正不知如何排解 见杜梁衡转头 连忙面带笑意地迎了上来 说道 原来是杜宣主 这回不知需要点什么 杜梁衡横横了顾炎一眼 带我戏看一看 本宣主不像有些人那么穷酸 一两块零石都要斤斤计较 顾炎听了他这话 倒有些发笑 堂堂一位助击修士 心胸未必有些小了 他不想与之计较 转头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随意地看着 忽然 有个地方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是在角落里 一个不显眼的空场 有几个大大的席棚 上面写着代寿二字 第七十八章 冲突 他伸手招来一个边上的弟子 询问起来 那弟子躬身答道 这是那些因故欠了本店 以零石 却又还不上的 只能用东西抵债 每过一段时间 本店就会把这些 积压的库存拿出来清理 另外有些修士 也会把物品 支压在这里代售 本店会收取相应的费用 顾炎欧了一声 估计这些东西 在拿出来之前 也是要经过筛选的 真正有价值的 虽然会放到店里 高价出售 能扔在这里的 大概都是些 没用的材料吧 顾炎笑笑 作为一个散修 能在废物中淘宝 也是一种必备的技能啊 他缓步走了过去 随意地看了起来 果然没什么 有用的东西 无非是一些玄铁啊 太白精金之类 放到凡间 或许会让那些 江湖人士们 打破脑袋 但对于一个修仙者 实在只是 可有可无的鸡肋而已 那些东西 只是随意地丢在地上 看来那些 直视的弟子 也不甚重视 顾炎低下头 顺手地翻箭着 他对炼器也不是渗动 只是想看看 这里会不会有紫眼睛 忽然 他的目光 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 那个东西 大概有半个手掌大小 从上朝下看去 呈现一个两头宽 中间细的葫芦形 下面有四个小小的 抵住支着 像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底座 通体又黑 整个材质 似金非金 似玉非玉 顾炎用手摸了一下 只觉得通体深寒 它是火灵根的属性 对于寒冷的东西 天生有些排斥 摸了一下便放下去 可是又觉得 指尖有些灼热的感觉 它忽然觉得 体内的火灵 有跃跃欲试的感觉 仿佛要跳出来似的 那似乎是 一种兴奋 它又拿起这个东西 仔细地看着 感受着上面 一阵阵透过指尖的寒意 在冰凉的感觉后面 似乎隐隐 有一种造诣 当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它站起身来 把这个东西拿在手里 伸手招来边上的 直视弟子 说道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可能出售否 那个弟子站这个地方轮值 本来就有些懒痒痒的 看到顾炎拿起的 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东西 说话就显得有气无力 他拿过一个册子 翻了几下 然后说道 这是一位从 极北冰原归来的修士 质押在这里的 听说他得自于一个地穴 至于名字并不清楚 他只要五块零食 另外 本店要收一块零食 做代售费用 顾炎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出了六块零食 放到那个弟子的手上 说道 这件东西我要了 然后取出自己那块浴服 那弟子愣了一下 脸上带了笑容 说道 请先施烧带 我交个零食就来 他刚转身要走 这时远远的传来了一个声音 且慢 顾炎转过头去 见不远处 杜梁恒正快步走来 他目光注视着顾炎手里的东西 陈生说道 这件东西你不能拿走 顾炎目光顿时一冷 他淡淡说道 杜轩主有何指教 杜梁恒一把抓住那个弟子的手腕 陈生说道 这件东西 我可出高价购买 弟子有些为难地看着他 杜轩主 这位仙师已经付了零食 杜梁恒打断他的话 我出五十块零食 那弟子听了也是一愣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 居然有人愿意出五十块零食 本来五块零食的价格 放在这里几个月都无人问津了 他把目光投向顾炎 女仙师 他的意思是 想让顾炎把这东西让出来 毕竟杜梁恒 身为城内的炼器大师 无论是身家实力 还是修为 都不是一个外来的练起修士 所能比的 但是顾炎只是把玩着手中的东西 似乎根本没有看到 他目光的示意 只是平和地说道 我在海外游历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 出售的东西还可以挽回药 这就是贵店的规矩吗 那弟子看着两个人 有些为难了 最终还是说道 杜轩主 多宝格有自己的规矩 在下只是弟子 形势不能僭越 不如你们二位自己商量如何 说完 拿着顾炎的玉符飞快地去了 杜梁恒的脸色有些不渝 他看着顾炎 顾道友 这东西你要来也没什么用 不如就转给我如何 五十块零食就是你的 顾炎把这个东西把玩了片刻 觉得从表面上浮起一种奇怪的良意 似乎与他体内的火灵器 形成一种中和的态势 他隐隐觉得 这件东西上面显现出来的 是一种遗留了多年 依旧残存的气息 这气息让他觉得很是亲近 他已经下定决心 绝不将此物让给杜梁恒 这时听到杜梁恒说话 他便应道 杜宣主 这件东西在下很是喜欢 恐怕不能割爱了 这时杜梁恒身后几名弟子也到了 都站在他的身后 怒目地望着顾炎 杜梁恒强压着怒气 说道 顾道友 我在奉上本店所产出的一件上品灵器 如何 一件上品灵器 至少也值几十上百灵石了 作为一个散修 很多人一生也未必能得到一件上品灵器 杜梁恒自存 这个条件算是很宽厚了 他很笃定 顾炎能够答应 顾炎的眉毛挑了一下 他有些诧异 这件东西究竟是何物 让杜梁恒不惜这样的本钱都要得到 他沉隐着说 杜宣主这样的圣意 在下领受了心意 至于东西 恐怕只能静些不眠了 杜梁恒的脸色 一下子铁青了下来 他沉声说道 你要考虑清楚了 他身后的一个弟子也站了出来 面沉似水地说道 这位道友 我家师尊在城中是有名望的修士 你可要想清楚了 不要后悔 顾炎淡淡地道 我和杜宣主交谈 有弟子插话的份 他一句话把对方顶了回去 随后向走来的直视弟子中 接过玉符 说道 若无他事 在下便告辞了 收完 把东西收进法宝囊中 转身便走 杜梁恒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压低了声音说道 派个人跟着他 查清他的住所 回头再来报我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来